澳洲情懷主持 梁幻松 施华 朱莉 澳洲情懷节目6月27日 各位主持 大家好 好 我是Julie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施华 我们刚刚才说完 今天冷得不得了 每个人都冷得不得了 施华呢 非常之冷 非常之冷 连办公室都冷 我们 Brisbane应该是暖一点 不过前两天都八度 都很厉害 八度已经温暖了 这个星期还会寒流继续到 在南极吹来 你们两位在澳洲的东南部 就由得你接受了 你们都冒到我了 尤其是我 尤其是我 我首当其冲 南部 是啊 你是冷的 再冷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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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曼尼亚最惨 现在我们也有特斯曼尼亚 隔着我们 特斯曼尼亚更惨 对正的难极 特斯曼尼亚跟纽西兰差不多了 那种凉快感 夏天也很凉 是啊 那种月道瘦了 是不是 六一套 香港 中东是否去拜神 那些 拜神热五十度 几百人 我死了 1400人 六百多 他们奉献自己给上帝 当自己是那些 他们一世人要起码去一次 不去一次是不深色的 我们星期一搜到的消息 就是1400人 其中有一个澳洲人 没办法 地球的暖流 不是去这儿就去那儿 去那边 那边就热到飞起 接着澳洲当堂就冰了 一边热一边当然冰了 一定是这样的 澳洲上个星期就是冬至 北半球香港就是夏至 我们就迟六个月 冬至 他的哲令很容易计 总之澳洲和香港 只差了一个个月 很容易计 刚刚相反 没错 那我们今天也预备了很多题目 就说在上个周末 南澳有一个Westfield的商场 忽然间越南大敌 那里面有人手持武器 走来走去 整个商场就封锁了 我看到 店铺里面的人就全部拉闸不准出来 在那里走着的人 马上就要出来 全部好像走火警 那样 那几十个警察 就穿避弹衣 拿着长枪 就戒备了 那结果就搞到 下周差不多旁白的时候 就开始明朗化了 那警方就派人出来做个记者队会 那他就说 哎不是 是 两帮不良青少年 就互相打斗 那我们拉了两个 那其实晚点又拉多个 拉了三个 那事情就牵涉到其中 有一帮的青年呢 就拿着那些伸宿棍 那就向另一帮的青年 就是抢了一件衣服 哎呀搞错 那他又拿着一支棍而已 那整班人 整班警察打着暴槍 哎呀现在澳洲的惊风惊弓资料 又惊认我弄斩人 经过上次这样 那结果就拒敬一场 那现在就 政府就检讨当时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些新闻 我觉得很好笑 哎呀 我起码没有死人 那抓了三个臭小子 现在的弟弟都很危险的 那警方今次是否反应过敏呢 那其实又不是的 那就是发生了这些事 就是当时消息轮飞 有人拿着武器在那周围走 那就是警方会害怕的嘛 不知道是把刀 还是把枪 还是把刀 还是把刀 哈哈哈哈 这样 好了 那做事都好过完全不做 是的 好了 没错 在商场 今天可以死很多人 可以死很多人 是啊 或者真的死了人 那时候 那些人又说警察都不做事 那些真是很困难的 哈哈 那这三个臭小子 这次就浪费警力了 真值得 是 好 那我们就讲讲 你第一个环节 我们会用这个环节来讲的 就是关于香港人 就是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 就是出了一个新闻公布 就说 就现在现有的人 拿着智能身份证的人 就 就 有一个区别 那就要在 就要去换证 如果不换证的话 明年就会失效 你两个怕不怕 先问一下施华 你有没有换香港新闻证的 我刚刚上次回香港 就换了一个最新的 所以我就不包括在这里 他说2018年之前 那些旧一批的新闻证 就2025年没有效 那我刚刚上次回香港 就换了一个最新的了 最新的 没问题 你换最新的 那Julie呢 Julie 我知道你在香港 也住了 就是回流香港很多年 再回来 幸好有几年 你换了一张 是不是新的智能身份证 Julie 我想我不是了 但是没有就没有了 如果我真的要回去 我就用护照入境 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有些人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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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怕 说我不瞥 没有了香港的居留权 有些人就怕 你怕不怕 我就是 我想不怕 我现在在澳洲 生活得这么好 这么快 你没有想过回去上去 是 当然不会 我先说清楚事实 让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的情况 我一会再跟大家说 政府宣布是这样的 那如果2018年前 发的ID 2018年 之前所发的 所谓当时的智能身份证 就会在2025年 分歧失效 那如果是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 就算你当时拿了那张 所谓智能身份证 都会在2025年的5月12日 就会失效了 那如果是老一点的 就在1969年或之前出生的人 你的身份证也会在2025年10月12日 失效 那如果身在香港的话 政府就督促你们 快点回去换身份证 如果身在海外的话 那你在海外就不用急 那如果你回到香港的时候 政府就希望你在30天之内 就趕快自己上去 自己补兜 就换了新的智能身份证 就算换了之后 你趕着走 你趕不及等到他出 叫亲友待应都可以 是 那如果过了这个时间 过了2025年 明年5月10月 这样过了期限 若你到处走的话 身上没有一张最新的智能身份证 那可能就会被警察抓了 抓了之后就可能上法庭 最高罚款到25000元 25000元 还有要坐牢 牢禁两年 通常都很少 不是啊 那我拿着信号不可以吗 我拿外国人来 你除非说他不准 不准外国人回香港 那我就不回 但是如果我当是外国人 我拿着澳洲信号不可以入境 那我的身份就带着信号不可以走 你要抓我 有没有搞错啊 是不是啊 如果朱莉 你就拿着外国身份证 澳洲护照入香港 那你在机场那里 就是要给入境费用 通常是90天的 那你就是明证言证 一个澳洲人在香港 旅游 带着信号不可以了 没问题的 问题上有些人就不是嘛 又回到香港 就是住一年半了 那你真的要换 如果你不换的话 就麻烦了 就是这样 那你不用担心 那些一定会换 那些一定会换 那有些朋友 就身在外国 移民美加 移民澳洲那些 就说 那如果我不换的话 会不会 我有这几年我都不回去的了 那我就会不会 那就是創失了我的香港的居留权 那就是 其实就是 我们澳洲的媒体SBS 就和香港那边移民局 就沟通过 他们就说 不会 因为你那个香港居留的资格 是预生俱来的 那你如果本来是有的 那永远也是有 那就算你还没换 这个香港相证呢 你也是享有 那只要你回去那时候 就换就可以了 那他们就这么说 那大家就不用怕了 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散布谣言 或者自己心急 把消息传来传去的 我想 迟差迟早 我们都会收到 那些朋友 那些 就在WhatsApp那里通知我们 哇 要快点回香港再换 如果不回香港再换 你没有了居留权 之后回不了香港 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 那我想问 施华 你这几年来 回香港的话 你是用 好像Julie那样 用护照 还是用身份证呢 我也是用身份证入境的 哦 身份证入境的 刚才你说的那些事情 就是在一种很正常的状态之下 嗯 相信那个执法的人员是毫无辜 这样去处理一些问题的 不过现在在香港呢 我自己就觉得是 就是会担心 因为现在香港很多 都 我们相信的东西 或者我们认知的东西 是不同的嘛 所以呢 如果好像你这么说 真的准备回香港 甚至是长期居留的 都是要 嗯 即根据他的指示 再换 你回到他就要换 我举一个很不好的例子 很幸运的例子 但是你呢 就没有买旅行保险了 或者买不够 但是你就是 PK了 就是大跌一跤 像我那样 PK了之后 你就会被送进去这个公眼的了 你应该是要在街上 你是香港健康神来的嘛 你可以去公眼院接受治疗的嘛 但是当时发觉原来你呢 入境的时候就是用你的护照 但是你当你遇到意外的时候 你还要用香港的资源的时候呢 你就用你的香港公民的资格的话呢 他其实是当然 当然 刚才Chris已经说了 有关入境处已经说了 有关入境处已经说了 这个香港公民的资格 是与生俱来 并不能剥夺的嘛 理论上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现在什么都有可能的了 任我们匪夷所有的都有可能的话呢 那Julie你怕不怕呢 我不怕啊 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呢 我会买完烟梳的 Julie你会 如果有些人不会呢 他觉得我是香港公民来的嘛 那我有什么事就入境 那你不要跟他斗啦 你真的 不要跟他拗颈啦 你因为好像你说的对 你现在当香港是已经不同了嘛 你要当他好像以前我们回大陆那样呢 以前我们过深圳和罗湖河呢 我们很害怕的嘛 经常怕他逼我进去黑房那里 现在我去回香港 我也有这个感觉啊 说真的 是很恐惧 还有一件事 Julie我也想讨论 你买的那些旅行保险的那些医疗 是不是先保足呢 就是一个不小心 是一些大剂的东西呢 其实那个保险可能真是不保足的 我最近有个朋友做了两次的手术 在香港是200万 唉 那是真人真事啦 那变了呢 我自己都是 我越来越 就是 但是 思华 你千万不要在香港买印梳啊 就是我买这些印梳 一定要在澳洲 正正式式的澳洲那些保险公司买呢 我就不怕捉捉不到 但是呢 我那时候在香港买过印梳呢 我欧游呢 我们真的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要不回去捉捉的时候 他真的不让我们捉捉 真的 说很多 所以 所以我已经发誓 我不会在香港买印梳的了 我不会在香港的印梳公司买印梳 我想提醒你呢 香港的私家医院 我不是说我亲一个朋友有大的手术 不要管了 你是在捉捉之前 你要自己吐出来的 那我那个朋友呢 就是有大的 会有投资 他那些是要 每一次给50万做寄账 他最后 喂 你不一定筹到钱的 还要是硬生生费来的 就是你当然可以用盡任何办法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 喂 你临时临急 万一有个意外 在香港很难说的 意外这些东西 你永远不知道 是不是 你是要吐些钱出来 给了那个医疗费 然后你回来慢慢捉捉 我即使你是当这个医疗费 是一定捉捉到 喂 你都要回来澳洲 或者你去到个本公司才捉捉 你先给了钱 那你当时你就打我 喂 这些不是说笑 我是说真的 很严重的 不要紧 我只是提出我的顾虑 和我的担忧 那就是说 真的要很小心处理这个问题 不只是出入境 这个问题 是 那施华就突显了一个 就是香港 我们香港来澳洲 我们的移民 回到香港的时候 就是 能不能够用回香港居民 所有的服务 那 我们有些朋友很紧张的 全家都特地回香港 去换智能身份证 因为很多东西就需要 现在你在香港到处看身份证 那 申请这一样的身份证 去看医生 入急诊室身份证 又拿那些各种老人福利 又拿身份证 那我的朋友就拿到足 那政府派钱 那他们又拿了一份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 你的机票 一万多港元 一个人 有没有搞错 还要酒店呢 是啊 傻的 那他实际上有点瘋 那我的朋友 他就这么紧张 一加四口 你想想多少钱 那拿死一万元 拿六千元 那他们就 不 捨得不拿 那祖孙三代一起 就回去了 那有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对这些人呢 我真是不予置评 哎 那两位的情况就说了 那思思华呢 就 prefer 用回香港的身份证入境 那我想思华回香港的时候呢 都是会 那时三十日之内 会更新的智能身份证 那各有各选择 那两位的情况就说了 那或者我说了我的情况 我还是拿着90年那张身份证 那还没曾换过 没曾换过 一次都没有换过 那我真想听 就是我的保存很好的 都是我的身份 我就放在银行保险箱 那就 已经废话拿出来看 那每次进入香港 都是用这个澳洲护币 就派这个 警外人士那条队 不过都很快脆 等很久而已 虽然说你的智能身份证 我们要回港并且快脆 就这样过 那我们都很快 三多分钟就过了 我当然没有把身份证 也没有拿过6千万 也没有拿过1万万 唯一我回香港享有的福利 就是买一张老人巴达通 那一张都不用了 你说就说就可以了 我问阿姨姐 我想买一张老人巴达通 那立刻它就给过我了 我需要付帖号证证明我的年纪 不用就行了 那就可以了 你是多少年前的事 我想是六七年前 两元 唯一我享受香港人的福利就是这件事 我也知道了 多谢政府 政府贴出来的 但也有一件奇怪的 我过这个关的时候 我就用帖号证过 那个入境主任就是很酷的 看一看我 看一看我 手就不停按电脑 接着就问 他没有问我有没有身份证 有些朋友就说 那个入境主任有没有身份证 有我拿出来 他就没有问我 他就问我中文名 问我中文名 因为我的护照 就没有我的中文名 就是Christopher Leung 就是这样的 连我的中文名什么都没有 他就问一句 你问到我就告诉你 他的手就在建筑那里 按一轮 接着就看一看 查证 当然查证 这个人懂得说中文 整个香港人的样子 拿着澳洲护照入境 看看你们的底线 可能就是这样 按一轮 然后手起刀落 按了个印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下再服务 我认为我自己不应该拿那些香港人的福利 不应该拿一批照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下再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